关于浪费时间,你会想到什么? 浪费时间,在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里,从来都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行为。 可是,我18岁的毕业旅行告诉我,西藏之旅最应该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要浪费掉到达拉萨的第一天,不然你可能会高烦。 啊,他可能是在说哈,这到了达拉萨啊,就是太阳会特别的大,然后就烧得我啊,就是会睡,睡觉,啊,这个看懂,睡觉。 在西安中转的,我第一次坐这么晚的飞机,现在是12点多。 你看第一个箱子,是一个黑色的小箱子,横着放的,生了生了生了,第一个,第一个孩子出生了。 在西安转机超过4个小时,所以给安排了一个车接车送我们的免费的酒,啊,4点半下了,我去坐车,去机场,所以,两个小时。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吃凉粉,我们刚刚路过了那家凉粉,都说非常好吃。 我们慢慢走过去,这样就不会头昧。 我们点了两碗蒜面和一壶甜茶,一碗面就快好香,然后一壶这么大的,这么大的甜茶在5块钱就非常不错。 这个味道很好吃,很好吃,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香香的。 有一个爷爷坐在前厅,他一直一个人摆弄着海螺和钱币,他看起来有点无聊。 于是,他打了个妈妈咧咧的电话,没一会儿,另一个伯伯就来了,两个人玩着我看不懂的游戏。 白头发的爷爷看起来很高兴。 火通里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坐在门槛上吃雪糕。 白色的雪糕糊了他一嘴 他吃的实在是太香了 于是就在对面的小超市 按他妈妈的说法还买了两根同款雪糕 五块钱一根 很好吃 要是我是小卖部老板 我就天天给那个小男孩一个雪糕吃 希望 希望他不会拉肚子 很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我吃了炸面 喝了甜茶 刚要咔了两口雪糕 我现在一点脑袋都不疼了 就是原来篮球大的脑袋 现在可能变成了橄榄球那么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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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门蓝三不得 大街上动着说呀 街上街上动着 哪大街上动着 街上动着咱们游地 出大问题就是那个 我们现在就是迷路了 然后导航告诉我们走到开阔地带 但是这不开阔呢 都能看见天 分岔口 好 男左女右我走右 看 找到了我们的酒店 一个室内装修十分放荡不羁的旅店 这是大厅大堂的装修 我蛮喜欢这个木柱子床还有木地板 它这个厕所很好玩 感觉像是石器时代的风格 虽然我现在还暂时没有什么高原反应的感觉 我还想吸口眼感受一下 刚刚回酒店去想睡一个下午觉 然后在我们这中间就已经是八点多了 现在是晚上九点 然后七海星这样子 晚上了夜睡啥的都摆出来 很热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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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吃了 今天我在晚上看有人说 什么拉萨的蔬菜水果会很贵 好家伙 比我们家那边很便宜 至少比我们水羊便宜 好很好的 好甜 这个旅游吧 你就得深入到基层 你得找到夜市 你才能吃得好玩得好 本来我是不爱吃羊杂的 但是路过闻到的味道实在太香了 等说完来份一样的之后才意识到 哎呀这是炒羊杂 但是心里毫无接地的吃完了 毕竟它真是太香了 没西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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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瓜西瓜 买西瓜 哎 打刀回府回去吃晚餐 好晚餐水果有这么多是32块钱 然后六个包子一碗羊杂是 嗯 22 好 那我们就开吃了 热死我了 吃的有三分之一的吗 可能有 哇这是什么呀好嫩 就是心啊或者是心肝肺什么 嗯 到拉萨之前 我听别人安排的行程说 第一天起码要逛个大招式 再打卡个网红餐厅呀 这我怎么磨磨叽叽的睡一觉吃两顿 就把一天过完了呀 这也太浪费了 可要是这么说 我今天遇到了人们就没几个不是在浪费时间了 于是我盖观定论 只要快乐就不是浪费 每个人都存在于自己的时区 迈着自己的步伐 这样的浪费时间或者是慢人一步 也许才是我自己时区里的刚刚好 在拉萨的第一天晚上 我只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五分钟 就进入了梦乡 而接下来的旅程 也会是以慢悠悠为基调的休闲用 不过既然你都看到这里了 应该也能忍受我的语速和步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